而回到台灣來當然是沒那麼冷 但是今天的確是變天了 六天過年的假期 眼看了就要過去了 今天最後一天 老天爺好像在幫大家做收心操 前幾天天氣好得不像話 吃喝完了 今天馬上變天 尤其是北部突然變冷 下雨溫度一下掉了快要10度 氣象局特別提醒大家 要小心溫差的變化大 北台灣的高溫大概只有17 18度 和昨天相比下降約10度左右 其他地區只在20-24度 和昨天相比也有下降的情形 由於今天水氣上比較偏多 因此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會有一些短暫雨 中南部地區雲量也比較偏多 局部地區也是會有一些短暫雨的情形 好 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4號你看這個馬上就變天了 但是後天6號又會回暖放晴 而且北部高溫又要爬到 大概上看25度 但是在隔一天7號 預估又有另外一波的封面南下 天氣又要轉濕冷 一天冷一天熱 一天太陽一天雨的 提醒大家隨身舉例 準備好雨具跟外套 特別小心別著涼了